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委级老领导浮出水面 郭文贵爆料已经进入尾声 博讯稍早发布来稿 美国有18个理由遣返郭文贵 但郭文贵的老领导一直为外界所猜测 正如郭文贵所宣称 老领导是个代称 不是具体指某人 北京消息人士向博讯披露 郭文贵确实有两个常委级的老领导 其一是前政治局常委吴关正 消息人士披露 吴关正在任中纪委书记时 郭文贵搭上关系 进行政商勾结 据悉 郭文贵和吴关正的孩子关系密切 一起曾有生意上的合作 郭文贵直播中多次攻击贺国强 因为贺国强上任中纪委书记后 对郭文贵和中纪委领导的关系不买账 其二是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李长春任至荷兰省委书记期间 郭文贵建成玉打国贸大厂 郭文贵通过玉打酒店和李长春搭上关系 博讯2013年报道成披露 李长春和周永康薄熙来关系密切 消息人士表示 郭文贵善语以谎言来忽悠抬高自己 例如他常挂在嘴边说 胡锦涛的太太是他四个老大姐之一 完全是造谣 事实上 胡锦涛在今年六月向中央明确表态 严惩郭文贵 博文社日前发出胡锦涛社薄熙来被调查的报道 明确指出对胡锦涛不会采取抓捕之类行为 但郭文贵十月十日的报平安视频中 故意混淆视听说胡锦涛被抓捕 消息人士还透露 郭文贵道去说他和曾庆红关系好 曾庆红的夫人常到盘古吃饭 并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一起做生意 事实上 曾庆红的夫人从未到过盘古用餐 曾伟也未和郭文贵一起做过生意 曾庆红数次向中央指点 要求严惩郭文贵 近日郭文贵通过其固定的造药团队发出信息 称习近平因生活作风问题给曾庆红写检讨 郭文贵手中有一份检讨书 消息人士说寻属编造 这正应念了博讯长期揭示 郭文贵是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的反习联盟的一线打手 而郭文贵爆料开始后 在美国公开自称他代表习近平爆料 清军策迷惑了不少的人 消息人士表示郭文贵胡编滥造 挑拨习近平和曾庆红 习近平与胡锦涛的关系 还挑拨其他人的关系 实属街头小混混的小聪明 出于他极度自恋 自以为自己能操纵任何人 甚至认为他可以挑拨左右中美关系 郭文贵的老领导浮出水面 可以更清楚的判断 郭文贵爆料的背后动机 消息人士称 吴关正一直痛恨王岐山 郭文贵爆料和反腐没有任何关系 是在维护盗国贼腐败集团的利益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播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听 郭文贵的一切即将结束